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禁止访问俄罗斯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国防部长邵伊谷分别会谈 李尚福高调称中俄双方将扩大军事合作 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 引发外界关注中俄是否密谋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有分析指出 李尚福访俄力挺普京之鱼 也有意借机让俄罗斯转让北京先进的军事技术 因为深陷战争泥闹中的俄罗斯 没有什么选择 只能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并做出牺牲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甄清摩分析指出 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一直不断地想尽办法 不择手段在扩大军事力量 目前中共主要的军事技术大部分其实都是来自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当然也有部分是窃取自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 尤其是在普京掌权之后对中共其实是相当的防范 所以中共趁普京深陷乌克兰 尼闹如何从俄罗斯取得军事技术的突破 这是迫切需要的 应该也是李尚福此行访额的主要目的 外界认为 这次俄罗斯战事不利又被世界孤立 为李尚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不过俄罗斯在技术转让方面始终保持警惕 至今拒绝转让大推力火箭发动机 中共想要引进俄军新型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也未能如愿 而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大多是中共买俄罗斯卖 中共不满俄罗斯老是留一手 俄罗斯对中共偷窃技术也一直心怀不满 2019年 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从公开指责 过去十多年来 中共从俄罗斯窃取的军事技术智慧产权案件多达500多起 台湾前国大代表政论家黄鹏孝分析指出 中共一方面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 另一方面 他做了很多侵犯俄罗斯高科技的这种行为 俄罗斯也知道 也发现 也抗议 也不满 也保留了很多手段 但是这一次 北京的想法就是趁人之危 看俄罗斯能不能以军武方面的高科技来做转换 另一方面 俄罗斯也不是这么容易妥协 因为普京也很清楚 中共不可能公开全面的帮助他 更何况 即便中共全面支援他 也很难扭转乌克兰战场上面的这种劣势 而且从长远来看 如果俄罗斯不保持他的一些科技方面的领先的话 那么跟中共更没有一个可以谈判 或者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筹码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俊威则认为 中共和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地缘政治的矛盾 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 过去在大量卖武器给中共的时候 正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一席之间经济是崩盘 所以它其实需要立刻的赚取外汇 当时的中共又有需求 在技术上追不上 所以两边就一拍即合 但如今双方各有盘算 在核心军事技术上不到万不得已 普京不会转让给中共 美国之音的分析指出 北京可能坐收乌战渔翁之力 包括以前俄罗斯不愿转让的先进技术 近年来中共自身的军工技术 虽已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从飞机发动机到核潜艇 俄罗斯在很多方面依然远远领先于中共 中共对这些技术垂涎已久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的舒斯特认为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但最终普京想要继续他的战争 他需要中国人的支持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指出 如果说俄罗斯过去还对中共 颇有戒心和威辞的话 现在已经经非昔比了 俄罗斯没有什么选择 只能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 并做出牺牲 美国众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19日晚举行冰推 模拟中共武力犯台 主席盖拉格20日表示 冰推显示有必要让台湾全副武装 且美国需加强生产长城导弹 企业也需为经济影响做好准备 路透社报道 由共和党议员盖拉格领导的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19日晚与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合作 冰推模拟中共侵犯台湾 结果显示冲突开始之后 美国将无法再不计台湾 盖拉格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正处于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极度危险之中 这次冰推凸显有必要在任何危机开始前 就采取行动 嚇阻中共侵略 让台湾全副武装 他还说美国必须解决总价191美元 积压被交付的对台军售 加强联合军事训练 以及增强这个区域的美军 如今 忧心台海爆发冲突 已罕见成为华府两党共同关切的议题 美国官员表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下令解放军 在2027年前被侵台做好准备 但这不代表中共已决定犯台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 但台湾抱怨均购交付严贷 一名与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关系紧密的消贤士 向路透社概述并推结论 其中包括 华府若为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基地协议 美国就会面临高昂损失 长城导弹库存将快速耗尽 全球市场将彻底崩溃等 盖拉格还表示 美国企业界不够认真看待台湾危机的威胁 并示警这种态度近乎失职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4月19日公开表示 他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 非常令人震惊 并表示北京政治已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而不只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上周贝尔伯克访问北京 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 以及外长秦刚会面 王毅在会见时说 希望并相信德国会支持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 不过贝尔伯克直言不讳的警告说 中共强迫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且会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弹 贝尔伯克还表示 中共试图以本国规则取代国际规则 4月19日 贝尔伯克在德国联邦议院谈到他的中国之行时表示 其中一些见闻真的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 尽管没有详细说明令人震惊的细节 但贝尔伯克说中共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或者你也可以说中共对外越发咄咄逼人 但最重要的是中共对内镇压也日益严峻 贝尔伯克说 对于德国来说 北京即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 也是系统性对手 但他现在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正不断增加 贝尔伯克表示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当局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贝尔伯克坦言 我们不想再天真的认为 已经冒促变化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也不能再天真的以为 贸易是一种地缘战略 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政策不同 现任总理舒尔兹政府 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战略 以减少对这个亚洲经济超级大国的依赖 据网民爆料禁止上海车展上宝马mini展台的工作人员 在发放免费冰淇淋时 疑似区别对待中外访客 这一事件在新浪微博上曝光后 大量网民纷纷表示愤怒和不满 宝马mini中国通过其官方账号对此事表达歉意 声称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 4月20日 宝马mini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成为被大量网民搜索的关键词 在一段拥有近百万次观看次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正在举办的上海车展上 宝马mini展台两名中国女性工作人员 在一辆黄绿色mini车前发放免费的冰淇淋 两位中国女性访客上前询问 两名工作人员摆手说冰淇淋发完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名外国男子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从保温箱里拿出一盒冰淇淋 递给这名外国男性 并教授他如何打开使用 一名工作人员还说需要海外账号 另一工作人员又解释说 海外账号中国人下载不了 视频的拍摄者说 看到展台附近正在吃冰淇淋的都是外国人 没有中国人 这段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发酵 引起大量网民的不满 有网民评论说 第一次看到如此正大光明的双标 还有人讽刺说 顾客就想要吃点凉的 宝马直接让顾客新凉 太体贴了 更有人讽刺写道 BMW等于别买我 但也有人表示同情工作人员的处境 路透社报道称 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士表示 宝马方面当天被访客 总共准备了300份的冰淇淋 视频录制者录制这段视频时 冰淇淋已经发放完了 而在展台负责发放冰淇淋的两名 女性工作人员 不是宝马公司的员工 而是为展会临时招募的临时工 宝马mini在微博上的官方账号 mini中国贴出致欠声明 因内部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 引起了大家的不愉快 对此我们真心道歉 报道指出 这些年来 中国消费者越发密切关注 知名大品牌的行为方式 有时候网络上大规模的批评声浪 动不动就会演变为 消费者的购买地址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